看三个小家伙 洗了澡可香了 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 是不是啊 晚上在这里玩玩具 我把他们的玩具全部拿出来 让他们自己挑自己选 看自己喜欢玩什么玩具 彩彩不挑玩具 他就挑卷卷 你看卷卷想在那里挑玩具 彩彩就要玩卷卷了 看我馒头挑了个玩具 馒头挑了一个好玩的会想的 你看卷卷在那很想挑玩具玩 彩彩就拖他后腿不让他玩 彩彩你挑个玩具 彩彩你挑玩具 你不要搞卷卷 对你挑个玩具玩 哎呦你看馒头已经玩上了 彩彩就想跟卷卷玩 他不想让卷卷玩玩具 或者跟馒头玩 他想独霸卷 彩彩想独霸卷 只想卷卷跟他玩 玩具也不能玩 也不能跟馒头玩 彩彩你玩玩具嘛 你为什么不要玩卷卷呢 看卷卷都要发火了 生气了 卷卷是多么渴望能玩玩具啊 卷卷挑了个什么玩具 哦他底下有个球 吊了个球在下面 卷卷是最喜欢玩球的 你看 他找了个球来玩 难道自己在这里面找 找他喜欢的玩具 看他找什么 你不找他直接把他标开 哎呦 哎呦 哦我知道馒头要什么 他要那个骨头啊 里面一个骨头 他想把它雕出来 看他能不能拿出来 哎呦 真的拿出来了 你看馒头在拿着骨头吧 好给你们俩扔球 小姐 对 对 财财你挑个玩具玩吧 财财 财财你挑个玩具玩啊 小姐又把球给我扔过来了 三会要给他扔 三个超好玩啊 啊 小姐来 把球给我 你看 小姐知道了 把球又给我 去吧 财财 你不要托他后腿 财财 你真讨厌 你老是托姐姐的后腿 是不是啊 啊 姐姐来 我给你扔 你看财财 典型的托后腿 老是托着人家后腿咬 是不是啊 财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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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财又弄不过财财 馒头你在那啃的好玩嘛 骨头啃腻了 财财不跟你抢玩的没意思 是不是啊 财财其实他就是想跟财财玩 他也不想财财跟馒头玩 也不想玩玩具 也不想让他玩玩具 这样子的话 财财不跟他玩 他就没有玩的了 他再不太喜欢玩具的 你看财财又把球叼过来了 对 馒头在这看了半天 这个玩玩那个玩玩 没意思是吧 没人跟你互动不好玩 是不是啊 啊 馒头 洗了澡好漂亮啊 好可爱啊 你看 姐姐又把这个球叼给我 好 给你扔 你看他可聪明了 他知道把球给你叼过来 放下来 放下来 我给你扔啊 球球放下来 好 看姐姐超聪明 这会财财不管他了 他可以玩过瘾了 嗯 好了 馒头快去跟姐姐抢球啊 去啊 哎呦 财财不想管了 也累了 去找老爸去了 老爸在阳台 哎呀 好可爱啊 好 你们两个玩吧 馒头 馒头 去 馒头 你快点去吧 啊 你不去了 不想打酱油了 是不是啊 玩了啦 玩了啦 不想打酱油了啊 宝贝 馒头心想 每次都是我这配角 是不是啊 啊 是不是 馒头啊 馒头你要玩什么 我跟你玩 我跟你互动 嗯 这个 馒头 啊 馒头要这个 要这个会响的 馒头 去吧 去 哦 馒头要会响的球 你看 又开始打酱油了 他肯定抢不到的 玩了 你空手而来 是不是啊 没抢到球 是不是啊 我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对 终于抢到了 是不是啊 三个小家伙 超可爱 哦 角家叼了个球 球来 哦 一人叼了一个 哦 角家给我 让我给他扔 哎呦 我的天哪 馒头你撒门那么大 也没抢到一个球来 还是角家厉害啊 好 再扔 嗯 馒头又开始 打酱油模式开启 哦 强大了 强大了 这里一堆随你选 啊 宝贝 超可爱啊 每天看着他们这样玩 我们心情也特别好 开心果 三个开心果啊 是不是啊 啊 彩彩 你也不愿意在阳台陪老爸了 是吧 寡人也挺累的 是吧 现在在这里观战休息了 是不是啊 啊 三个小可爱 姐姐 看一下 姐姐漂亮吗 啊 聊超的小姐姐 超可爱 姐姐 好机灵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